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一向是轻描淡写的说,浓墨重彩地做。拍摄时发生的事他很少提及只能是从导演、合作演员、剧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一些关于他的点滴。 从导演口中提到过好几次,经典的佛堂类、浴室抽烟那一段,还有奏小日子之后对领带的处理,也是王一博自己设计的符合人物个性的小细节。 还有临场发挥还不知道有多少,遇到一位愿意给演员发挥空间的导演是幸运的,这也需要演员本身真的能接住这样的临场发挥,能取得导演信任王一博可以临场发挥, 当然他也的确用这样的机会为广大观众奉献了叶先生的精彩桥段。 临场发挥四个字看似简单,但那需要演员对角色有极强的感知力、领悟力和掌控力以及,可以让角色特性与所处环境、语境自洽的逻辑性。 王一博演出叶先生神秘的,多面低,浪漫的,狠厉的,无谓的,闪耀着黑夜里光芒的,让人落泪的叶先生,九十五小生里面这种气质也是独一份的, 王一博每一次的角色完全把自己交出去一次次打破重塑,力求成为故事里的他, 是对演员身份的尊重和对表演专业的追求,一直在热爱路上前进的王一博未来可期。 无名今日再会,长空五一相聚看过民国波鬼云爵的地下战场,领略了叶先生的爵士风采再看, 如今万里长空之上,龙吟之声划过,是飞渊雷雨的萨爽英姿。 4月28日日长空之王,新的征途即将开启。 王一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有人说他是一个舞者,有人说他是一个演员, 有人说他是一个赛车手,有人说他是一个歌手。 其实,他是一个全能的艺人,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灵魂。 王一博从小就喜欢舞蹈,他可以跳街舞,也可以跳古装舞。 他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了蓝望鸡,一个温柔善良,忠诚坚定,智慧勇敢的灵宝格格主。 但是,你知道吗?他在2020年至2021年,在综艺节目这《旧世界舞第三》, 四季中带领一波王炸战队队员杨凯,夜音分别获得两季总冠军。 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舞蹈实力和风格,也传授了自己的舞蹈经验和心得。 他还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舞蹈视频和照片,让粉丝们大饱眼福。 王一博除了演员之外,还是一名职业摩托车赛车手。 他对摩托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,也很有天赋和技巧。 他曾经参加过珠海ZRC摩托赛,并获得了冠军和亚军。 但是,你知道吗? 他在2022年主演了刘晓士指导电影《长空之王》,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追求速度和梦想的飞行员。 他不仅亲自上阵拍摄高难度的飞行动作戏,也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《飞翔》。 他还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飞行照片,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勇气。 王一博还是一个歌手,他有着优美的嗓音和独特的风格。 他曾经为陈情令演唱了片尾曲《无稽和不忘》,也发行了多首个人单曲,如《Fire Lucky》、《无感我的世界》首则等。 但是,你知道吗? 他在2023年1月22日与梁朝伟共同主演的电影《无名定档》在中国内地上映,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身份神秘的地下党。 他不仅展现了自己的演技和气场,也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《无名》。 他还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的电影海报和预告片,引发了网友们的期待和讨论。 王一博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,不断进步自己,不断展现自己的艺人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赢得了观众和粉丝的喜爱和尊敬。 他也用自己的多面人生,证明了自己的无限可能。 他是一个舞者、演员、赛车手、歌手,更扮演了一个无名英雄。